排放到北側的地方境 但我想今天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似乎是沒有感受到有被積水的感覺 不過我相信如果是大以來的時候 這邊可能若干程度的會 岩漆裡面會有若干程度的積水 那這個積水我們在這邊挖了一個大池子 挖了一個這麼大20層 以後完工之後是20米乘以10米 不只吧 20米乘以10米 我看這個不只10米 但目前來講應該是 一人我講一下我剛才有量過 他們說20不足 我量過差不多26 他說差不多10公尺 但是齁18米 寬度是18米 那那個長度是28米 差不多啦 那這個長度說25米 我量過差不多26 26 28米不管 那這裡大概是10米到16米 差不多啦齁 那深度是6米 我要請教大家齁 你弄了一個這個池子 要花200多萬 那這200多萬花完了之後 網池馬上開花 這個池子又要廢棄掉 那這個池子只能夠說明大概是一年左右的時間 有必要花200多萬 來做一年的 有必要花200多萬齁 200多萬齁 來建一個池子 那這個池子的說明只有一年多 有沒有這個必要 這個是叫必要性 就是說這個200多萬花了有沒有代價跟價值 這是一個問題 我要請那個公文書回答這是一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這邊的吸水池難道真的有吸水功能嗎 這邊的吸水池難道有吸水功能嗎 都沒有 這裡很高啊 你看看 那裡的水能夠流進去這裡嗎 就是說這裡的吸水功能 這裡的吸水功能 真的能夠吸得進去嗎 真的能夠吸得進去嗎 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這裡真的有辦法做吸水池 這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本來我們是希望說 讓水把它倒進去之後 讓這個東西 吸水池能夠滲水 能夠用滲水的方式自動把它滲掉 那你看看 這個已經是算 堅固的那個叫做 死泥 它不是那種 表層 所以它根本沒有辦法做滲水的功能 我們已經 猜在這邊了 你看看 這些水 不要說有那麼多水 萬一是有八層滿的水的時候 你看那些水 要滲到完畢要多久 這個就像我們霍山壁一樣 霍山壁一樣 這個就像一個杯 一個池塘 一個水池 它根本不會滲水的 它根本不會滲水 所以你以後就是變成 變成 在製造了一個池子 那這個池子可能會成為養蚊子 那這個池子可能會成為養蚊子 那或者是幹什麼東西 可以 可以 喂